今天我们要听的故事是 没关系 没关系 在我还是个小宝宝 爷爷也还很健康的时候 我和爷爷每天都一起开心的散步 虽然我们只是在家里附近悠闲的散步 但是好像到大海和遥远的高山上冒险一样 好快乐 不管是小草 大树 小石头 高高的天空 小虫子 小动物 人 还是车子 有时候就连正在搬运软的蚂蚁 或者鼻尖受伤的猫咪 爷爷都把他们当成老朋友 温柔的和他们说话 当我和爷爷手牵着手 小步小步的走着 我的世界就好像被施了魔法 变得好宽阔哦 可是当新鲜有趣的事情越多 讨厌和可怕的事也越来越多 对面的小剑 对面的小剑 无缘无故打我 爱妆模作样的小美 每次看到我就半鬼脸 小狗露出牙齿 对我望望叫 汽车 比较夜 ед〝 t hat 车 Extreme 他握着我的手,轻声的对我说,没关系,没关系,没关系,不用勉强和别人一起玩,没关系,没关系,很少会有车子和飞机撞上你,没关系,没关系, 生病或是受伤,多数都会自然好起来,有时候就算不用嘴巴说,也可以知道彼此的心意,这个世界上不是只有不好的事情,没关系,没关系,爷爷总是这样对我说,不知不觉中,我和小剑小美变成了好朋友, 而且我也没有被小狗吃掉,好几次我跌倒受伤了,好几次我生病了,但是后来全都好起来了, 我一次也没有被车子撞到过,飞机也从没有掉到我的头上,我想就算是很难的书,总有一天我一定会读懂, 我想我以后一定会遇到更多更多的人,动物,小草和树木,我越长越大,爷爷却越来越老了,这次换我了, 我握着爷爷的手,不断的说,没关系,没关系,没关系哦,爷爷 我发现自己的手,不断的说明是因为它一直在cure游当工作,